你好 歡迎收看8月14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花蓮慈濟醫院從1986年起 到現在守護花東山心35年了 醫護團隊不僅提供了急重症救援 也深入社區來推動健康促進 在今天寬度了35歲的生日 同時也舉辦花蓮縣醫護相關人員 第二劑AZ疫苗施打 縣長徐正衛、衛生局長 朱家翔也前往功課並祝福 也代表花蓮鄉親感謝慈善醫療 急難救助的貢獻 14日上午 花蓮慈濟醫院在禁思堂 為第一類人員接種第二劑AZ疫苗 適逢花蓮慈願將滿35週年 花蓮縣長徐正衛、衛生局長朱家翔 及各醫師公會、理事長等人 齊聚為花蓮慈願祝福生日快樂 感恩慈願團隊在救災防疫等工作的努力付出 在這35週年慢慢的長命當中 其實對於整個社會、國家、世界的安定和平 做非常非常大的示範 也給東台灣醫護網 很好的防護網 另外也建置了全台灣人 整個實際的防護網 我們內外大概已經打了150場左右 那麼人數大概已經超過2萬人 因為現在主要是這些外面的大廠 這些老人家大致上已經打完了 所以現在我們在醫院裡面 這個禁師堂的地下室 地下樓一整層我們開放 主要是為了現在像這些醫師公會 中醫師公會、醫藥醫師公會 他們都是比較年輕的人 那我們希望這一整天 我們都能夠順順利利 讓他們能夠打完 而且能夠照顧自己的照顧鄉親 包含醫師公會、醫醫診所協會 牙醫師、中醫師、放射師、護理師、物理治療師公會等 皆齊居到場 華聯慈願義務秘書李懿表示 至今協助施打疫苗約150個場次 累計協助施打超過2萬人 期盼持續運用國際慈善影響力 協助中央及地方政府、民間企業、團體單位等 守護華聯民眾的健康 這次蔣邦彥豪領事報道